就他剩也剩不了 但他又不可能一下子放骨牌打下去 被人家國民党要換他 也換不了 就大家都空著急啊 就看著他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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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走 那想補人上去又補不上 這就是麻煩啊 所以現在就只能夠就外科手術式的 直接請郭台銘 直接脫黨參選 可是郭台銘脫黨參選 又變成一個正當性的問題了 就你明明參選的參加了這場初選 那除非韓國瑜掉得快一點 否則這個脫黨參選的正當性 就是讓郭台銘現在還是猶豫不決的地方嘛 所以就變成說原水救不了進火 然後又看著這個火一直在悶燒 這是目前國民党最尷尬的地方 好 再來關心是郭科王結盟合作 是否成局傳出呢 將進入攤牌的階段 那目前郭科王三方會談 之所以遲遲沒有登場 主要關鍵是卡在郭王兩人 還沒有取得共識 就是誰贈誰負的問題啦 那王金平會堅持嗎 還是妥協呢 加入郭科聯盟呢 現在我們看到到底郭台銘的態度如何 我們看到現在郭伯已經說了 已經接到這個柯P正義方面的來電腦 本週可望會面喔 那王金平也是說啦 不管是郭啦 還是我當政的 遲早都要談 那柯P是說呢 心中首選 總統是郭台銘 但是我的勝算比較大 好 我要先請教執行長 這部分我們看到 王金平跟柯P方面都已經講話了 但郭伯或說郭台銘 真正的態度是如何呢 這禮拜真的是會見面嗎 既然那個柯市長對媒體講說 希望幕僚做作業嘛 因為我現在可能也變成柯伯的幕僚 因為他都會在電視上給我們作業 催促你們要見面 對 下指令 所以我們要 其實既然這樣我們要接辦 所以原則上應該是 我有跟那個蔡顧問稍微通了電話 那有原則上說約好 這禮拜我可能會看看要約哪裡 因為目前還在 這禮拜五嗎 沒有 應該可能禮拜三或禮拜四 禮拜三四 對 明後天看看 但是可能明天或許 因為現在我們還沒有進一步聯繫的話 可能明天會有點來不及 那但是實際上的時間跟地點 我們還在商量 因為擔心說 引發太多的這個媒體的關注 你們行事會公開嗎 幕僚我覺得好像沒什麼需要公開 你是說會面的形式會公開嗎 你說無聊會面 郭柯王三個人 對 郭柯王三個 郭柯王現在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現在先把大家 各自老闆的行程 先拿出來稍微研究一下 對一下 對一下 然後去理解一下 有沒有近期內公開會面的可能性 就是說有沒有公開的活動 是大家要共同參與的 那如果沒有 那是要直接說有一個這樣的會面 那如果要直接有個會面的話 可能就是說到底要談論什麼話題 因為其實外面現在媒體有非常多的傳言 包括什麼拼總統 我覺得這真的太遙遠了 那個遠的程度是我覺得難以想像 你只說到現在都還沒有談到這方面 不是 因為我覺得這些有些 他是說媒體本來就有一些大家曾經說過的話 因為王院長說他要選到底 這他也講過 所以他講說不管是郭柯 如果我是要當政的遲早都要談 我覺得如果王院長真的這樣講的話 也合理啦 因為他就講說他要選到底 那董事長這邊我們是沒有 到目前為止我們並沒有說我們要參選 那只是說柯正營這邊一直不斷的 對於現在的整個情勢 希望說大家有機會談一談 那這個部分既然董事長如果沒有排斥 要見面的話 那當然就是找一個公開的場合見面 這也是個好事啦 就不要讓大家再繼續猜疑 但是見面之前總是你們幕僚要談一些具體的內容 如果沒有具體內容 那你們三個人郭柯王見面一一何在呢 因為我們其實第一個我覺得 今天我跟蔡顧問稍微有通話了一下 覺得說到底可以大概談什麼事項 那我覺得最近 郭董事長比較關心的第一個 當然香港情勢不斷在升文 那他覺得今天其實不斷的 他之前就有講嘛 他在初選的時候講 他就明白的表示說 現在看起來一國兩制這個的方案 在香港的實施就是一個失敗的狀況 他也說在近幾年 就是在香港 尤其是在實施跟相關法治上面的 這個是有非常多的失誤 所以導致到今天這個局勢一發不可收拾 那未來到底香港的動向 其實他不只是說 我覺得啦 在董事長的想法 覺得以目前在媒體上看到民進黨的說法 他是覺得簡化了今天香港的影響 因為他們大概簡化比較是說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但是事實上郭董事長 想的是有比較更多一些事情 因為香港一直是屬於這種金融中心的地位 也是人民幣的一個離岸的結算中心 那這個其實會牽扯到非常多這種過去所有供應鏈的問題 那這個東西其實對台灣絕對不是像說 可能部分民進黨人覺得說 這個好像這樣對選情會有幫助 但事實上不管對誰的選情有幫助 但是他這個東西對台灣來講是有非常非常深遠 而且可能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影響 所以他最近其實有非常多的香港的人來找郭董事長 跟他討論就是香港問題 可能可以有的解法 那問題來了 郭董這麼關心香港 那科P方面有辦法談嗎 應該這麼說 我覺得科市長 我們這邊不是在講說科市長不懂 但是因為科市長他比較是屬於在過去的背景 他還是比較是醫生嘛 然後後來他 涉入政治以後 還是比較屬於在台北市政方面 那我覺得關於這種像國際局勢或 譬如說兩岸 尤其是經貿往來 或者產業鏈的往來 或者這整個結構的事情 我相信這件事情 郭董事長還是比較了解的 所以在這個事情上面 我相信郭董事長也蠻想聽聽 王岳長跟科市長或者是其他人 我覺得我上次講過 就任何人對這件事情 如果有想法 想要來請教郭董事長 我覺得這件事情都是可以安排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我有先跟蔡顧問講說 如果有這方面 然後對於台灣怎麼因應這件事情 或者說大家覺得這件事情 會牽動台灣政局的影響 那對於中華民國好的事情 可不可以以這個前提來談 那我覺得蔡顧問說 這個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這個事情就是議題比較大 還要稍微有個子題 或者說把它局限在哪一個方向上 可以談不然問題太多 獲得太大 也沒有辦法談出一個結論來 所以我覺得現在必須要先 大家幕僚先有個默契 覺得要談什麼 那第一個是到底要公開場合見呢 還是他們私下要有個會談呢 還是說要見也要會談呢 這個我覺得我們應該說 我們會先有個這個 我們通話上先有個默契 但是我們會面以後會稍微再仔細的 把它落成一個可以會面的方式 那像郭柯王三人下禮拜有可能見面嗎 這禮拜你說三四可能你們幕僚先見 那下禮拜有可能安排這樣的會面嗎 還是可能再拖晚一點 我現在還沒有看到就是其他兩位的行程的就是幕僚還沒有交換到 有可能要真的幕僚會面以後才有辦法真的做一個融合 那我們也稍微再看一下 因為事實上現在其實董事長的時間還OK 他回來還是排得蠻緊 當然就是說郭董剛剛執行長所提到了這個 郭董所關注的香港議題 那就看柯P有沒有辦法談下去呢 當然實質的部分來要請教妹妹姐這部分恐怕 如果郭董是關心香港 但問題是王金平跟柯P會關心什麼呢 恐怕是關心這個到底要怎麼安排吧 到底是誰政誰負的問題呢 那還有柯P所關注的 那郭董這邊的資源要如何來幫他的民眾黨呢 是不是更實質層面的是會是他關心的重點呢 當然柯文哲一定先想的是說 哎呀財神也來了 抱歉我比較直言一點 這個財神也來了 那財神可以幫忙啊 我的台灣民眾黨我就有奶水了 然後呢我就去衝我的台灣民眾黨 那將來呢 我在立法院插旗 我是黨主席 我繼續我的政治影響力 還有立委地方 對立委地方 不分區要怎麼安排 那黨務經費又有著落了 那如果我不分區呢拿到幾席 我還有政黨補助款 太好了 那我的能量繼續到2024 我柯主席放言未來可以啊 那至少呢財神也來了 郭董來了 剛開始政黨炒創的時候 那些經費呢可能就有著落了 我相信柯文哲是打著這個主意的 郭伴你們談得下去嗎 你們沒有接受這個message 我覺得應該這麼說 我覺得現在談選舉太遠 但是我覺得我們不會在 莫名其妙的情況下 去支持任何一個人選舉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不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那再加上就是說這個事情 它不是一個正式的會談 我覺得啦 其實呢我一直覺得說 選舉不要是台灣所有的一切 尤其各個黨派 我講說如果郭董事長 在這個選舉之後 在初選結束以後 就未來不參與任何選舉 假設不參與任何選舉的話 就算他沒有參與選舉 我相信他對台灣或中華民國的貢獻 或者未來有的貢獻也是相當大的 那我覺得所有的政黨不要用這樣的方式來消費他 如果台灣民眾黨的想法是這樣的話 完全以這個為出發點為初衷的話 那我相信這件事情 如果任何的合作機會都是不利 都是不太有 當然這樣可能會談不下 對 這樣是不利的 但是呢我覺得其他的政黨呢 也不需要用這樣的方式來污衊所有的 就是郭台銘總長跟任何人會面 任何人對他的想法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我覺得我們講過一句話 這就是看清了郭董事長 如果是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對中華民國 他絕對不是一個正面的表述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絕對不接受 而且呢如果說台灣民眾黨 任何人可以告訴我們說 他們真的有一個內部的會議 有這樣的會議記錄說 他今天就是要來跟郭董要錢 那我覺得我們就沒有辦法 跟任何一個政黨來談合作 只要任何政黨抱持的是這個目的的話 那大家真的就沒什麼好談 對 說得很清楚 對 說得很清楚 因為郭董事長 這邊你們也沒有接到柯幕僚 有這樣子要求過嘛 那我們看到是媒體報導 還有包括我聽到的市議員這樣講 那老實說 我不是因為你在 所以我講好聽話 我必須要講 比較起來 我會認為郭董事長相對 我覺得郭董比柯文哲 我覺得他有心脫了 我必須要這樣講 而且格局拉得很高 是一個領導人關心的這個議題 因為我記得那個時候 他就講他 他弄了一張他年輕時候的照片 他就戴著中華民國的帽子 有那個國會的帽子 然後他又是警察子弟出身 我真的相信他是中華民國分 我相信 我會認為說他已經是台灣首富了 人生最後的階段 他也許他 我相信他是真的想有所作為 那我會不相信柯文哲 柯市長是因為我覺得 是這樣子 就是說一個人 你要政黨的話 或是說你要投入大位 你必須要有夢想 你有理念 你有願景 柯P是很實際的人 可是柯文哲在這之前 為什麼在郭董回國的時候 匆匆忙忙成立一個政黨 他如果真的有那個初心 他自己本來說 他市長應該做好做滿對不對 他最近的講話 因為他對比韓國瑜 他如果真的這樣講的話 他就不應該過那麼玄虛 他應該一開始的態度就是 我要做好做滿 那無論如何就說 我就不管說是郭台銘 柯文哲或王金平 如果要見面 我告訴你 台灣人民是這樣子 大家也會看 你們如果真的是有共同的理念 有些共同的路線 那大家會覺得說 新建在藍綠之外 有第三勢力 人民有多一點的選擇 可是如果說有任何一方 給人家感覺就是說 我是在算計 我個人未來的政治前途 我的下一步路是什麼 我要什麼樣的位置 我覺得人民 或者說政策理念 談不攏的時候 我覺得人民 當然會有所疑慮 那現在問題在於就是說 好 我們就講到一個兩岸政策好了 那我不曉得就說 當您一再講到送中的事情 對不對 反送中的事情 香港的事情 我不認為會散聊 我覺得中國態度是越來越強硬 那柯文哲這種閃躲期間的態度 我不曉得郭董怎麼看待 那或者台灣人民也會去問這個問題 那王金平院長 大家會想到說 他人生最後一戰 可是 可是未來呢 就是說 王院長大家會覺得說 他當然熟悉行政 他當然熟悉立法 可是大家會看更多的是說 那因為大家也可能也作為 他後面的陸軍的隊伍 可是 總統選舉是這樣子 你當然要有空戰 要有陸軍 大家都了解 可是一個更高層次 特別是台灣在這個 我相信我們大家有共同想法 就是說 台灣在美中貿易大戰 反送中的事情 習近平又所謂的大中國夢 那麼在這種變動 激烈變動格局之下 我們到底怎麼樣找未來的路 這個國家領導人 要把台灣帶到哪裡去 這一定是人民會看的 那尤其在這一組的話 大家一定會看 這個政策路線的問題 那當然我要不諱言的講 當然我覺得對郭台銘 跟對王金平兩位 一個更困難的難題就是說 你出來選的政黨性是什麼 王金平可能還比較好說一點 因為他根本沒有參加初選 可是他有多少年來 在國民黨內的人情包袱壓力 而郭董因為他參加初選過以後 老實話如果要出來的話 我必須要講 我相信國民黨一定會用誠信的問題來攻他 那這恐怕也是說說 郭董他怎麼樣子來說服人民 就是說我今天我要出來 我不是我個人 我是為國家 那能不能說服到人民 那最後就說三個人 是真的是有之一同理念的結合 而不是有些人私利的考量 我覺得這是台灣人民要關心 那最後我也要不諱言講點 當然郭董還有一個問題是 台灣人民會問的 以郭董那麼龐大身家 跟中國又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這也是柯文哲一再問的一點 就是說那將來財產的問題 會不會變成一個漏票 這是台灣人民會嚴格來問的 否則的話老實說 我就以郭董的大格局 我認為他不管在什麼位置 我都相信他會對台灣有貢獻 我們也期待 執行長我們稍後回應 我先提到范老師 你剛剛也提到了 郭台銘出來選 會不會有所謂的正當性的問題 當然我們就說 剛剛執行長提到了 這些理念的問題 但老實講 選舉也要談到實際的問題 這些實際的問題 有可能不談嗎 對 我覺得郭台銘先生 他會不會 他現在有幾個在那在考慮 第一個就是說 除了正當性不夠 有人會認為說 因為韓國瑜剛才講 他的掉的不夠快 那你憑什麼說 你可以贏這場選舉 第二個當然就是說 你當初參加了初選 你現在退黨或者被開除 就會讓人家覺得輸不起 不然你當初就不要玩這個遊戲 那你事後才覺得說這個遊戲規則不公平 但是當初事前你已經參與了 所以這個人也輸不夠 第三個就是說 到最後會不會反而是 因為這個反而是有利於蔡英文 因為你不管怎麼樣 你可能是拉到藍英的票 藍英一定會分裂 因為我覺得韓國瑜是不可能退 韓國瑜目前來看 除非他民調調得太快 否則他現在 他變成沒有退路了 他如果今天說 好 我不選了讓給郭台銘 他回去第一點 他可能被罷免掉 第二個他要連任市長幾乎不可能 他就政壇就沒了 所以他必須只能往前衝嘛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更不要講有20萬到30萬的韓粉 他也不可能讓韓國瑜退 所以這樣的情況就是說 我覺得就對郭董來講 他就會陷入一個 一大很多的兩難 對 另外就是說 你看最近也有很多的新聞 他說他在廣東的麵板廠要賣 那這個也很奇怪 這個新聞怎麼會誰放出來的 那其實這等於是見光詞 是不是中國大陸內部有人是不希望 對 你看最近中國大陸的這些媒體 好像也這個看起來是不希望郭台銘出來的 那這個東西會不會也是變成他的一個壓力 所以我覺得現在 因為台灣的選舉又跟中國的政局又混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變得很複雜 那現在我覺得當然郭台銘跟王金平 跟柯文哲見面 這個我覺得應該會見面 可是我覺得談的東西 可能都是一個比較高的東西 就是合作啊 可能是比較價值的理念 你說真的要談到選舉啊 其實那個就變得很複雜了 因為你們不要看 你看關一個韓國瑜 選到後來 眾叛清理 表示每個人其實都有自己的利益啦 當利益衝撞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就很難達到一個共識 我舉例來講 如果郭台銘先生 我相信有很多國民黨的立委到候選人 到時候可能不想跟韓國瑜同台 可能希望獲得郭台銘的支持 那郭台銘他也支持了一些 這個立委的候選人 那這個選區我請問一下 那你 你這個 柯文哲的這個民眾黨 要不要提名 如果你也提名的話 那就可能跟郭台銘的支持者 產生了一個對立哦 那這個東西就變成是政治利益的考量了 那這個東西就變得很複雜了 對 而且我也不覺得一下就會談到那麼 具體的東西啦 對 我覺得當每個 而且三個人到底互信基礎夠不夠 我覺得因為 其實他們 其實當然我認為郭台銘跟王晉明 郭王應該是OK 是沒問題 可是郭跟柯之間 過去是說實在 可能連互動的機率都很少 對 那大家要怎麼樣短期之內累積政治互信 我覺得沒有那麼簡單 這也是一大難題了 來仔細講 剛剛這個范老師所講的 這個郭董參選的正當性 還有跟柯P之間 其實兩個不同光譜 恐怕合作上大家可能遇見會有相當大的困難 我覺得絕大部分很多的訊息 就是彼此雙方也是從媒體上看到的 你說如果說以柯市長而言的話 我大概從他這幾次的談話裡頭 大概有找到幾個面向 第一個面向是說他有一天 接受採訪的時候 就發作業給我們的時候就講說 他覺得對於中國大陸經濟發展 他給予一些肯定 也覺得我們應該要重視他們有這樣發展的 但是他接下來也講了就是說 在中國大陸政治的這個發展 竟然沒有跟上他的經濟發展 所以這件事情呢 其實台灣在這幾十年民主化的過程 跟我們的自由民主 事實上可以給華人世界是作為一個展望 我覺得他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就是有呼應到 董事長在初選的時候提出來的兩腿論 就是政治經濟兩條腿 那他也認為說在 他其實這個是他在跟美國有人 美國的有人問他說他為什麼要出來 選舉的時候他認為其實整個中國大陸的局勢 應該就是長的這個樣子 那他也認為台灣在過去民主化的過程當中 這個整個的經驗跟我們成長的結果 是可以足以成為華人世界的一個燈塔或驕傲 我覺得這件事情上我們是有看到 柯市長的表態的 那另外當然昨天他接受的這個媒體採訪的時候 他也明確的說明了他跟旺中集團的關係 我覺得其實在這些事情上 我們都有看到柯市長回應了我們一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其實大家對現在有很多的揣測啦 但我覺得既然三方都不排斥說要見面的話 我覺得我們大家就樂觀其成 讓他們見面見看看 而且呢我覺得如果能夠討論出一個 對中華民國更好的方向 我覺得我相信這也會 或者是另外一種聲音可以提提看 但是我覺得大家也不要預設立場 認為說這件事情 他一定要有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那我覺得台灣的前途或中華民國的前途 現在其實在整個整個局勢 不管主客觀的局勢影響之下 是有很多需要思考的地方 那多一點有影響力的人一起來思考 我覺得不是一件環境 先談理念再談合作 郭柯王如果真的是這樣成形了結盟了 國民黨是不是就緊張了 來學政委 那國民黨是不是就分裂了 恐怕有一堆人是這個 韓國會投不下去了 恐怕就轉向支持郭台銘囉 我們關鍵都在郭台銘這邊 所以我一直要留他的個人電話 都保持在身上 就是關鍵時刻要聯繫上 對對對 所以剛剛又彤講了一句話 我是蠻認同 這個我們沒有人看清郭董 但我很看清很多黏上郭董的人 別有用心 他真的是看著郭董 陪嫁過來嫁妝 這是事實 政壇人皆知 你看嘛 這個柯P講的話 心中首選總統是郭台銘 但我的勝算大他在算什麼 你勝算大過郭台銘 那應該是你出來選 那你拱郭台銘出來選 圖的是什麼 算的東西就千算萬算 我倒覺得郭台銘到目前 還要維持一個赤子之心 所以才沒有讓他立即 馬上決定說要參選 他還在盤算的東西 想很多東西 說還是很感謝 所以我要講說 只要郭董 他不答應柯 我覺得第三方的力量 大概就脆弱下去了 那柯P就不會再這麼樣 耀武揚威了 到時候我就很鼓勵柯P說 既然你勝算最大 你就出來選 那郭董 你要不要制止國民黨 沒有關係 你就在旁邊看 哪一個對國家最有幫助 那我相信到時候 如果是含蔡根柯出來選 我覺得郭董 一定會對選舉結果 會有滿意的 好 再來關心 在香港反送中運動 越演越烈 前天發生一名女子 被警方的布袋彈 擊中右眼 重傷可能失明 引發民眾的憤怒 昨天是發起 警察還演活動 號召聚集 在香港機場抗議 上萬名的民眾 是塞爆機場 香港的機場管理局 最後宣布機場關閉 所有航班取消 來看PCR 香港機場12號黑鴨鴨一片 到處都是穿著黑衣的示威者 但這次不是萬人接機 而是抗議港警在11號晚間 在尖沙嘴一次射發布袋彈 擊穿一名黑衣少女的護目鏡 導致右眼嚴重受傷 可能失明 搭配網友蒙著眼 除了要求港府回應五大訴求 也要警察還個公道 從下午開始 人潮越來越多 最後出入境大清全是人山人海 香港機管局緊急宣布 當天所有航班取消 便宜警察把民眾打趴在地上 港民當場掛彩 哀聲連連 血流滿面 香港反送中抗爭持續發燒 港警作風也越見很辣 在現場影片中 某些警察 穿著抗議 穿著黑衣服 和燒衣服 被人侵犯了 這些下午 也有看見 用電話機器 他們可能跟他們同學 前日來 香港激進示威者 呂呂勇 用極其危險的工具 攻擊警察 已經構成嚴重暴力犯罪 並開始出現 恐怖主義的苗頭 國務院港澳辦 現在更直接用恐怖主義 來形容香港示威群眾 疑似就是在為武力鎮壓鋪路 我們看到香港的局勢 越來越混亂 反送中示威是一波接一波 但我們也看到 港警的手段 也是越來越粗暴 現在都直接 對著民眾來射擊 我們看到在地鐵之內 近距離發射催淚帶 這已經是違反了國際公約 看起來香港警察 是已經殺紅眼 槍口是對準的民眾 我們看到有受傷的少女 這個眼睛被射中 已經是確定 應該是眼睛一定是會瞎掉 所以發起了萬人癱瘓香港機場 連香港吃辣腳機場 這麼樣的航運繁忙的 這樣的機場 都宣布關閉 影響層面非常的大 那我們也看到 港澳辦的發言人 剛剛我們看到VCR 他就說 示威者喪心病狂 也出現了恐怖主義的苗頭 要請教年黃哥怎麼看 港澳辦這樣的說法 到底是透露出 什麼樣的訊息呢 我覺得香港 今天會變成這樣子 是香港政府 不斷地連續在犯錯所造成的 第一錯就是 強制要推這個逃犯條例 香港市民其實 一開始的要求很簡單 就你把逃犯條例跟我們講清楚 因為市民有很多的懷疑 結果香港政府不管 直接送立法會 而且馬上要禁服二讀 好 第一波上街頭之後 其實要求也很簡單 退回逃犯條例 就這麼簡單而已 但是香港政府不管 不管之後呢 再加上警察的過度使用暴力的 強制驅離之後 現在的要求已經不只是 退回逃犯條例 現在的要求 是對整個香港特區政府的極度不信任 以及對於警察公權力的極度不信任 香港警察以前在英國人殖民的時代 因為是英國體系 香港市民一般來講是尊敬香港警察的 你知道你去英國你就知道 英國很多警察執勤是不帶槍的 因為他們其實很少用到槍 他們大概警察站出來 大多數的事情都可以解決 好 就這一次的事情 讓香港警察在市民心目中 整個公信力被摧毀 那種對警察信任感沒有了 再加上有一些假警察混在裡面 或是真警察假扮成流氓混在裡面 去毆打這些示威民眾 所以香港這個問題 現在看起來很難善聊 非常難以善聊 包含像這些豬隊友 不管是你在北京的港澳辦 或是香港中聯辦 我通通稱他為豬隊友 因為你這個時候 你繼續在用刀鴉統治 你繼續在用恐嚇的方式 香港市民你注意到 到上個禮拜第十週 請問大家門心自問 如果這個事情發生在台灣 台灣人能不能撐得了十個禮拜 香港人為什麼可以撐這麼久 對 因為他們這 這水已經喝得皮膚了 他再不拼 他就連呼吸的空間都沒有 他們人無可忍 對 他們已經無法忍耐 你看昨天一個小動作就好 那一位可能是急救員那位女性 被打到之後 失明可能導致毀容 昨天他們這個反送中運動的一個 專門負責做G20募款要登報紙的 昨天早上宣布要募款 在這個月十七十八 要在全球各大報紙買廣告 一個小時之內募了一百萬美金 到昨天晚上十二小時左右 募兩百萬美金 那是六千多萬台幣 速度這麼快 一天的時間 一個白天的時間 可以募六千多萬台幣 你想想看 香港市民的那個心中 憤怒的程度到哪裡 很多人可能我覺得 他覺得我沒辦法上街頭 但是捐錢我總可以吧 在這麼短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 我真的呼籲北京當局 我知道習近平 現在有很多事情要煩惱 馬上來的北戴河會議 他在內部的統治 遭遇江派的這個強力的挑戰 他的中美貿易戰 搞到他整個焦頭爛額等等 香港的問題 我希望習近平自己好好看一看 真的去問一個中國共產黨裡面 懂香港的人 而不是被那些港澳辦 被你的官僚體系蒙蔽說 香港這是少數報名 這些人第一 他絕對不是報名 第二 他絕對不是少數 香港赤辣角機場 從開始以來 昨天是史上第一次 不是因為天災被關閉 那你想想看 這樣的憤怒 要多大的怒氣 才可以造成一萬多人 坐在機場的大廳裡面 說我機場不讓你營運了 那個是冒著生命危險 這些情況 難道北京跟香港政府 還不看清楚 所以我還是建議他們 好好的退回原點 就跟這些民主派的人 找一些代表 大家好好談一談 不過有可能這麼樣 這個靈性的發展嗎 其實講到一個重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要知道 對共產黨的掌權者來講 他們其實心心念念 就是一個東西 要鞏固政權 鞏固自己的位置 現在習近平問題就在於 就是說第一 美中貿易大戰 中國經濟下行 又被宣布為匯率操縱國 這最嚴重的話 到時候你被踢出去 我相信是不會到這個地步 如果讓你不能用美金清算的話 你完蛋了 所以他有內部很大的壓力 然後這些江派 還有很多被習近平整肃過的人 是蠢蠢欲動 那再加上就是說 本身又對應到香港這個情勢 有北戴河會議 所以他這個時候 一定是零左勿右的 其實中國過去法寶就是這樣子 你看中共的歷史這樣 他面對大示威 他從不認輸的 然後他相信一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到最後高壓手段下去 你不是乖乖的嗎 六四天安門事件 最後留學收場又怎麼樣 那港澳辦說 這個恐怖主義苗頭出現 是代表什麼意思 我覺得 你準備要出兵鎮壓嗎 我認為可能會有大逮捕 我不認為他們敢 六四天安門事件在重演 因為香港畢竟 它是一個國際化的城市 對 有很多的外國人在香港 我不認為他敢這樣 可是 各位注意看一些視頻 你看到深圳街頭 已經有坦克車軍車走來走去 那個是第一 心理上威嚇的作用 第二 他就是鋪陳這種恐怖的氣氛 他定義你是恐怖主義的手 我這個用高壓手段來鋪梗 那他內部做什麼 各位注意看 他在以脫待變 他製造香港的分裂 他一方面講話很兇 甚至環球時報總編輯說 B22的時候當場擊斃都可以 這種話都出來了 恐怖主義這種都出來了 我預設我可能會用高壓手段 我讓你心裡贈責 可是我另外我在執法上面 你看他做了一些事情 我覺得香港真的很可憐 你知道香港現在是個尖銳對立的社會 市民跟中共政權對立 市民跟特區政府對立 市民跟執法的警察對立 甚至市民跟市民之間 也有撐警察這一派的喔 也有黑道 也有撐北京這一派 跟很多的示威者對立 好 他製造這個分化對立 他在幹什麼 讓你內部自我抵消 自我消耗 內部分化嘛 而且他再加上有一些黑道混進去 當作是示威者 讓人民厭倦 說你們這些示威者是沒有理性的 香港的未來怎麼辦 那所以就說讓你內部分化 然後又抹黑這些示威者 再加上心理的威懾 讓你一鼓作氣再而摔三而結 我看你最後能夠挺到什麼時候 但是我認為在這個節骨眼上 我不認為北京會有 任何一點點口頭的退讓 我不認為他一定是攻拉得很滿 泰勢做得很高 然後呢 我不認為他會血腥大鎮壓 但是肅煞的大逮捕 那是有可能的 郭東哥怎麼看香港這樣的情勢 就是最新發展 會不會提早走到盡頭 日報的新聞網已經PO出來 那個裝甲車 坦克車 在深圳在那邊整排整排的 他只要一過 跨橋過去的話 就是香港的延南區 那個延南區 會不會香港宣布戒嚴 對 我的想他會宣布先戒嚴 因為已經跟你講恐怖主義 苗頭恐怖主義已經警告各國 我說你們這個都背後一定有勢力在搞恐怖主義 那就表示我 當然中央一下令的時候 他坦克車就進去了 整個就戒嚴 香港戒嚴了 10月1號他要舉辦國慶 說不定如果不搞成這樣的話 10月1號的國慶可能都不能舉辦下去 這很嚴重 對中國共產黨這個國家來講 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已經傳出來是 中共的這個北戴河會議 胡錦濤已經在批判這件事情了 胡錦濤代表的勢力 是保守的勢力 這已經在反撲了 所以習近平當然現在一頭兩個大 可是這件事情真的在一個月內可以擺平嗎 擺不平的 裝甲車真的進去 就可以大家就不抗議嗎 不可能的 因為香港機場都已經被霸佔了 對 而且是他們的這個罷工罷克是無限期的 現在最嚴重的是 一些屬於軍事單位的屬於警察的 也開始參與這裡面了 那這個就不得了了 哪有武警混裝成香港的警察進去 香港等於是全面性的在那裡 整個都癱瘓在那裡 那個股票簡直已經都不能看了 那你中國要不要這塊經濟這一塊 所以看這個香港這樣子 真的心有七七焉 但是對台灣來講 這樣嚴厲的教訓 我們有沒有記起來 如果說我們記不起來的話 這種事情在台灣會不會發生 今天要問頂大衛的總統候選人們 有沒有對香港這個事情出來公開講話過 我們要看 對 如果說沒有的話 我投不可以給你當總統的話 你都沒有辦法保護自己 還說捍衛什麼中華民國 騙人的嗎 來來 學生問怎麼看 藍營部分恐怕也是無可迴避 香港議題現在看起來非常的嚴峻 藍營部分包括選總統的人 恐怕都得去面對 未來如何去看待香港 我想不只是藍營 所有台灣人都要面對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六四天安門事件 30年來 唯一還那麼大規模去追到的 只有香港人 那這次這個活動到目前為止 你看不到誰是那個帶頭者 所以沒有帶頭者 這個事情就很難去談判妥協去善聊 那從這個港澳辦的發言人 他的發言說是恐怖主義的苗頭 到大陸央視 從不報香港這個事件 到現在慢慢把這事件 讓全大陸人都知道的時候 表示可能有大事要發生 但什麼大事 對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期望 不要有什麼真正的血腥事情發生 因為這個發生對香港不好 對台灣不好 所以我才講說兩岸關係 不能只能打嘴後 要很負責任 單看香港的問題的處理 你就知道台灣問題的處理 絕對不是在選舉上面 用講可以解決兩岸問題 他必須要務實 還要承擔很多的屈辱 所以我覺得兩岸問題 要有能力的人來處理它 而不是只是為了成一世的爽 那你覺得中國可能會出 什麼樣的重手 或是說他現在在考慮當中 避免那個情勢更加的惡化 因為習大了他絕對不能放任 香港跟台灣的問題持續下去